每天修两台简单的故障 对于维修室来说 也算是一种解压老铁技术的苹果8 我们来看一下故障 手机屏幕进水导致不开机 然后充电没反应 老铁给你说一下 开不了机充电 肯定是没任何反应的 OK我们来拆开手机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 修过指纹 然后充电的过程 OK那么我们拆开手机 那么就能明显看到这个机器 屏幕的座子跟指纹的内面座 都已经明显的腐蚀 那么这个机器进水应该 有一段时间了 也不轻 那么对于不开机的问题 我们首先肯定是看电流 那么加上我们要电源 惊喜来了 看到瞬间心情大了 家电打表 那么对于家电打表 我们的维修步骤 先测量第一段 第二段 那么一般都是第二段短 那么趁量第二段为接地的短暂 那我们拆下主板之后 对主板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小硬性这个位置 不值得最为严重 然后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 那么这里最严重 我们先把这个芯片给它拿下来 我们给它做一个重值 那最后我们上键感恩 那么感觉到发热的区域 在这个位置 CPU的评级罩里面 那我们来拆开评级罩 那么果不其然 拆开屏蔽罩 我们直接就发现 这颗主供电的电容 已经烧黑了 烧变颜色了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将损坏的电容拆除 OK那么拆除之后 我们再次上电 那么再次上电 就已经不漏电了 手机进水 导致一颗电容损坏 短路引起的不开机 OK那么取掉之后 我们装机测试 那么将主板装回机壳里面 装上屏幕 我们再次开机测试 OK那么这个时候 开机就成功了 亮起了logo 那么侧名已经开机 记录系统完美 非常简单的问题 每天修几个属丝 比较紧压 其实维修师的压力也很大的 比较商老商神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比较商神啊